好来看到台中火车站附近的知名百货公司 在今天中午12点半左右 是突然发生了停电 为了安全起见 工作人员立刻把顾客请到了室外 不过当时电影院内呢 总共有5个厅正在播放电影 因为停电全部都停摆了 有上千名的顾客受到了影响 一直到下午2点半左右 电力才恢复了正常 经过安检之后 在3点钟左右恢复了营业 虽然台电表示 一次是百货公司内部电力系统故障 但是官方经过检查 认为是台电的供电不稳定 才会造成跳电 后续也会跟台电来厘清停电的原因 也会协助电影没有看完的人来进行退票 也好在这次停电 没有造成任何人员受困电梯 或者是因此受伤 我是吴亦璇 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 赶快加入华世新闻YouTube 按赞开启小铃铛 最专业的主播群 说新闻给你听